看娱乐八卦 看港圈风云 揭秘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港圈日报 2004年有人爆料称 任达华除了妻子琪琪之外 还有一位交往了11年的红颜知己 甚至还有两人的合照为证 只见照片中 任达华和一位女士贴着站在一起 看着她的女士 看着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这则消息立刻吸引了不少记者的注意 所有人都在冷眼旁观 想看看这位出道20多年林绯闻的男星 是如何跌落神坛的 还有好事之人 电话采访了琪琪 询问她如何看待这条爆料 没想到琪琪当机了一段表示 这些都是假的 我绝对信任丈夫 该事件的后续发展 也契合琪琪的看法 原来那个合影中的女士 只是任达华的一个粉丝而已 有些不怀好意的人 发现了这张照片 就想制造一条假新闻 吸引眼球 观众之所以愿意相信这件事 主要是因为任达华 塑造的角色 大都是些变态汉匪 所以人们不自觉地将这个形象 带入到她本人身上 认为她是一个坏人 但生活里的任达华 却是一个温和儒雅的绅士 也是个十足的老婆奴和女儿奴 她在人生之初拿到一手烂牌 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打出了精彩 1955年 任达华出生在香港 任达华11岁那年 父亲像往常一样出港巡逻 没想到在船上 一位同事突然精神失常 掏出枪对着自己的同伴 就是一通扫射 这次突发事件一共造成两死七伤 被媒体称为血洗水井沦案 而这两名不幸去世的警察之一 就是任达华的父亲 父亲的去世只换回了一枚勋章 和一小笔抚恤金 根本难以支撑全家人的花销 那段时间 全家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读高中时 他偶然看到报纸上 有一条招聘模特的信息 就报名了 最终顺利入选 他的大哥任达荣 则子成副业当了一名警察 从此兄弟俩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任达华第一次拍广告时 短短几分钟就赚到了两百元的酬劳 相当于母亲辛苦一周的收入 这给了任达华希望 他心里认定 通过这条路一定能够飞黄腾达 入行久了 任达华才知道 模特这行赶上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经常一连几个月接不到工作 任达华觉得必须另寻出路了 一次偶然的经历 任达华看到了无线电台艺人 培训班在招生 于是报名参加了 随后跟周润发 吴梦达 林领东成为同期学员 但与另外三人相比 任达华的运气明显差了些 自1979年出道以来 其他人都成名了 任达华却还在各个剧组里 跑龙套 或者饰演些变态反派 甚至一度为了赚钱 出演过不少风月片 那些年任达华虽然名气不大 片子却没少拍 林林总总也有几十部 最多的时候一年拍了17部电影 直到2003年 任达华终于迎来了 演艺生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PTU 眼惯了变态的他 在这部剧里摇身一变 成了正义凛然的 特别行动队景观 凭借这部电影 任达华收获了入行 25年的第一个奖项 金子金奖最佳男主角 2010年 任达华凭借岁月神偷 斩获香港金像奖影帝 迎来演艺生涯的最高光时刻 任达华拍过不少风月片 与很多女星都上演过 大尺度戏码 是人们心中的风流浪子 但在生活中 她却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 没跟任何女星传过绯闻 入行不久之后 任达华曾经结过一次婚 对象是一位空姐 后来这位空姐远赴法国深造 两人聚少离多 慢慢的感情出现裂痕 最终在1987年离婚 从那以后 任达华便一直单身 直到1991年 任达华在翻看杂志时 被一名叫琪琪的混血女模特吸引了 可惜忙于拍摄的她 直到八个月后 才得以相见琪琪真容 当时她正在维也纳拍摄节目 在酒店的前厅里 遇到了前来游玩的琪琪 琪琪是跟父母和其他家人一起来的 任达华寒暄过后 丝毫没有客气 硬是聚在一起吃了顿饭 而且因为任达华不懂德语 当天点餐跟结账 都是琪琪父亲帮忙的 任达华每次说起追到妻子的原因 都会归结为聪明 她觉得自己是家里老二 需要在大小两个孩子当中 争夺父母的关注 因此从小就磨练出聪明的头脑 这份聪明劲 在追求琪琪的时候 派上了用场 任达华得知琪琪在法国 参加的时装周 就拜托了一起去的朋友 烧给她一块价值昂贵的奢侈品名表 好好的刷了一波好感 刚派脱不久 任达华就将自己的银行卡给了琪琪 告诉她随便花 但琪琪对钱没什么概念 她觉得自己家里的钱 一辈子都花不完 没必要聚焦具体的数目 直到如今 她依然没有管钱的概念 名下有多少房产 卡里有多少钱 她都不在意 琪琪刚跟任达华约会的时候 差点刷爆了她的卡 两人一起去英国游玩 琪琪前往商店选购商品 一口气买下25双鞋子 而任达华充当了一位 任劳任怨的搬运工 琪琪选择商品的时候 她负责将买好的鞋子 先运送回酒店 回到酒店以后 琪琪指着鞋子说 这个是给妈妈的 这个是给好朋友的 最边上的那些是自己的 任达华看着眼前兴高采烈 分装鞋子的琪琪 感觉她好单纯 好有孝心 婚后任达华仍旧将琪琪 当成天使 她说她对妻子 一直保持着仰望的姿态 琪琪不想生孩子 怕身材走行 任达华就陪着丁克 多年后 琪琪觉得两人都太忙碌了 家里很冷清 商量着要个孩子 任达华几度激动的落泪 生下女儿任情家后 50岁的任达华 瞬间成了爱女狂魔 她酷爱买房产 从当年通过拍戏 赚到的第一桶金后 她就选择了较为稳妥的房产投资 拍戏收到了首期款 就去付房子的首付 杀青之后收到尾款 再把房款补齐 任达华第一次买楼 是在1990年左右 她买了65平方米的村屋自住 没想到这套位置普通的小户型 卖了298万港元 让她小赚了一笔 1992年 英国房价暴跌 任达华认准时机 在伦敦买了两套公寓房 后来都升值了不少 1993年 她先是在纽约迈哈顿 投资了两处房产 又在纽约市中心居民区 投资四处房产 四年后 这几套房子的价格就翻了一番 2003年 趁香港房地产业低迷 她又以低价 购入香港一套房产 后来升值了好几倍 之后她又把投资眼光 放到了内地 在北京重温门 朝阳门附近 都入手了房产 如今人大化的房产 遍布全球各地 多达30多处 在纽约 伦敦 巴黎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 上海 北京 成都 重庆 长沙等地 都有房在手 并且很多都是商业中心 随着房价上涨 人大化名下资产 至少有几十亿 而她目前主要将大部分房产 用于出租 房租 收入高昂 她的太太琪琪 也热衷于投资 虽不擅长投资房产 但她很会投资股票 据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他们投资了雷曼兄弟 即累计期权产品获得了巨额回报 而且人大化的收入多元 有片酬 广告 商演 还有她担任香港演艺协会副主席的工资 退休金 曾有媒体统计 人大化每年除去物业投资之外的收入 高达6500万左右 足以让她成为香港养育圈里的富豪 成为坐拥三十多套房产的富婆后 人大化的生活非常自在 为了方便女儿游泳 她在新加坡的海边 购置了一套水上房产 让女儿随时都能去水里泡一泡 以后 她打算将这些房产 全部送给女儿人情家 并为其制定了一套财富继承方案 即便已经这么富有 人大化还是一直活跃在娱乐圈 堪称老母 不过在一次活动中 她却意外受了伤 2019年 人大化在参加一次活动时 她在台上正在讲话 这时冲上来一位穿着背心的男子 她手里拿着刀对着人大化 就捅了过去 人大化被刺了一刀之后 闪身躲开了后面的几刀 该男子还不断挥舞着刀 随后人大化紧急 被送往医院救治 索性她受伤不是很严重 只是手被刺伤了 据媒体报道 刺伤任大化的男子有精神病 他要钱认错了人 因为任大化参加的是房地产的活动 刺他男子干活要不到工钱 所以任大化是被误伤的 任大化知道原因之后 他也没追究 他说 其实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人没事就好了 大家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电影也要继续拍 任大化的大度 让网友点赞 对于刺伤他的人能原谅 心胸开阔 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去年任大化还不幸染疫 而妻子女儿又在国外度假 隔离期间只能由用人照顾 好在他平时住运动 身体素质很好 这次染疫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影响 在事业上 任大化是当之无愧的老模 在家庭里 他是宠奇狂魔 也是爱女狂魔 已经拥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富 和地位的他 依旧宽以待人 品行端正 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佬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